河南署戶再抗議 中國銀行危機隨時爆發 美國財長確認將會出訪北京 官員表示預計不會有重大突破 王黨危機不斷逼近 習近平下令保黨效忠有沒有勇? 日本記者去香港遭遷犯 此班名夫說香港已經變成北韓 山西發生逼人食糞便的驚人事件 全網憤怒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4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越南新聞 我是王曉祥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7月2日河南一批村鎮銀行儲戶再次到開封市 抗議示威 討要存款 消息指這批儲戶被非法凍結銀聯卡存款 已經有15個月 現場影片中 一名中年女子一邊哭一邊聲勢力竭地對中國河南省政府哭話 土要存款 河南多間村鎮銀行去年上半年爆雷 全戶因為拿不出錢多次示威抗議 過程中甚至提出反壓迫要求人權法治的訴求 由於適逢中共二十大前 北京當局是穩定為第一要務 官方承諾給每一位存戶賠償5萬元人民幣 中共軟硬堅絲之下 風波暫時平昇 但事實上 大部分存戶始終沒有拿到賠償金 7月2日抗議的同時 有存戶翻牆在推特發文解釋說 他們這批近兩千人 是在銀行櫃台辦的銀聯卡 至今一分錢都沒有拿到 河南政府對外宣稱已對付 同時出動各種手段 限制人身自由 違追倒截 就是不給錢 近期中國社會就好像壓力煲 經濟動盪 失業率不斷創新高 習近平已經再三警告說 要為京途海浪 極端情況做好準備 在這種背景之下 河南村鎮銀行存戶抗議 令各界將注意力 聚焦在中國各大銀行的穩定性上 早就有人提出 遲早中國會有更多銀行爆雷 5月中旬 中國建設銀行 曾經大範圍 東結雲南地區存戶的銀行卡 令存戶無法拿錢 經濟學家程曉農曾經分析 中國房地產倒下 導致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政府 陷入財政困境 政府口袋沒錢 怎樣償還債務就成了問題 因爲地方政府欠下的債 其實就是百姓在銀行的存款 程曉農解釋 地方政府一直以來 都是向銀行證券公司借錢 實際就是將民眾的儲蓄拿出來用 地方政府沒錢還債 銀行就沒錢給存戶 這樣遲早會出大問題 程曉農總結說 房地產業倒下是中國經濟第一塊骨牌 第二塊骨牌 就是與房地產業共榮共府的銀行業 現在中共最怕的就是 這第二塊骨牌倒下來 一旦銀行爆雷 百姓都沒辦法拿錢 經濟危機會演變成政治危機 但目前中共除了印銀紙放水 也沒其他辦法解決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 資深政經評論人士吳嘉隆曾經在臉書發文說 中國其實是四大危機同時爆發 包括房地產危機 失業危機 地方財政危機 和銀行危機 對此中共沒有解決方案 這就是為什麼 習近平要加強對社會的管控 就是要準備未來一旦情況惡化 就用政治手段和計劃經濟來應對 為了保黨保政權 階級鬥爭或文化大革命會再次上演 以下是四則爆料簡訊 據《大紀元》報道 中國9名青藏年教授在6月病亡 其中7人是中共黨員 據悉 從今年6月1號到13號的僅僅13日裡面 中國大陸最少有9名青藏年教授病亡 都不夠60歲 其中7人是中共黨員 他們是年僅51歲的中科院生態環境 研究院研究員 山東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 景全勇 47歲的湖南大學 中國語文文學院教授陳偉華 53歲的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員 郭圖恩教授 51歲的中國醫科大學病理學教研室主任 李慶昌 54歲的成都信息工程大學 副校長范廣州 和55歲的上海外國語大學 研達經濟人民學院 金融學系主任 焦之常 推特羅長賬號爆料稱 網友近期實拍貴州留守兒童 為了在有遊客的路邊賣些竹筍幫補家用 翻山越嶺趕到路邊 沒地方睡覺就在路邊挖個土鍋子 沒地方吃飯就在路邊燒些土豆吃 他氣憤地說 這就是土共標榜的小康生活 他們將納稅人的錢大不敢洗到國外 令他們的家人享受著神仙生活 然後在國內拼命壓榨國民 這就是邪惡的土共 推特色尼閑人發推說 不給開電動車 為躲避前面的中共交通警察查車 外賣小哥乾脆將電動車托住走 這就是今天中國底層老百姓生活的現狀 全球退出中共服務中心主席 易蓉在7月1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 7.1是中共的所謂建黨日 這一日實際是被中國人民帶來深重苦難的一日 是中國人苦難日子的開始 所以有些中國人將它叫戰黨日 有些人將它叫國殤日 我們也倡議將7月1日稱為退黨日 勸中國人退出中共 當地時間7月2日晚間 美國財政部宣布 財政部長耶倫將於7月6日至9日出訪中國 到時將會與中共多位資深官員會面 對於美中間的金融問題展開討論 不過有美國官員透露 預計耶倫此行不會有重大突破 據美國之音報導 美國財政部的一名高級官員表示 耶倫將在訪中期間告知中國經濟團隊 華府將持續捍衛人權和國家利益 同時也希望在氣候變化 和多國債務問題上和北京合作 這位官員表示 美國尋求和中國建立健康的經濟關係 促進兩國的成長和創新 美國也並非尋求經濟脫鉤 因為全面終止貿易和投資往來 將會破壞美中兩國 和全球經濟陷入極不穩定的狀態 根據報導 這名官員沒有提供更多耶倫訪中行程的細節 也沒有說明耶倫會和那些中方的官員見面 但是另一位政府官員告知路透社 耶倫預計會見中共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 據悉 耶倫到時還將對中共新實施的反間諜法 和限制美國企業向北京表達關切 財政部官員表示 我們對這項新法律和它的適用方式感到擔憂 擔心它可能會擴大中共當局認定的間諜活動範圍 他指出 中共的這項新法 可能會對更廣泛的投資環境 和經濟關係產生日出效應 這名官員還表示 耶倫此行預計不會有重大突破 但希望能夠借此 建立與中國新經濟團隊的長期溝通渠道 中共七一前夕 習近平下令要忠誠互黨 有分析認為 國際形勢、國內經濟困境 華格納兵變讓習近平恐懼亡黨危機 中共在北京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中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 蔡奇傳達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指令 強調以堅持同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最高原則 以忠誠為黨護黨 全力輕黨強黨為根本使命 堅存從嚴治黨體系 堅持用黨的創新理論統一全黨思想意志行動 不斷嚴密上下貫通 執行有力的組織體系等 加拿大華裔作家成說表示 共產黨一直都是缺什麼叫什麼 他說 俄烏戰爭當中瓦格納兵變 對中共以及對習近平的衝擊 是非常大 他們會發現 你再如何用專制集權的手段 去控制你的隊伍 仍然會有疑心的人 仍然會發起對你背叛和攻擊 習近平會想到 在他的整日 向他表忠心的這個服務於他的這樣的 包括軍事力量當中 也可能有人事實上是隨時叛變他 而調轉槍頭針對他 他所謂的要求互擋 其實最重要的是要求補習 補他自己 時平人車宏年認為 習近平誤判了國際形勢 挑戰現有的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 中共要做世界老大 令到中美兩國越來越對立 特別是對疫情清零政策 打壓了民企和外資 導致美國和西方國家紛紛撤資 連民企都轉移到東南亞 國內失業率大增 他說 這個下崗失業啊 經濟不好了 他都顧不上了 他要保住他的權力 所謂的不要亡黨 他就極力強調要忠於他 要維護黨的利益 實際上他們其他的都拋棄了 一切只要不出亂子就可以 第二 勝雪表示 法輪功學員開的退黨運動 馬上就20年了 退黨運動本身 也是令共產黨極其恐懼 極其恐慌 如果越來越多的人拋棄中共 離開中共 中共自己無非就剩下一個空殼 真正信仰共產主義的 死心塌地地為他賣命的 能夠有多少個人呢? 現在中共的中下層官員越來越暴力 越來越無底線 造成人民對中共的那種憤恨 我相信 確確實實是 拋棄中共的人會越來越多 車宏年認為 當中國出現民主形勢轉機時 會有80%到90%的中國民眾 退出中共組織 據《大紀元》網站消息 截至7月3日 中國人退出中共黨團隊組織人數 達4億1500多萬人 曾去香港報導過反送中運動 相關新聞的日本自由記者小川善照 6月29日抵達香港後被拒絕入境 並在30日遣返東京 此時引發日本和國際社會高度重視 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此班名夫 也就此時在Facebook發表看法 直言中共及香港 已經和北韓一樣了 7月3日 此班名夫在臉書發文稱 可能因為他在媒體或臉書上 經常發表一些批評中共政府的言論 所以他被問的最多的一句說話就是 你現在還能夠去中國嗎? 或者你現在還能夠去香港嗎? 雖然他口頭回答 應該不會讓他入境了 但心裡總不免有一些僥倖心理 不過當看到小川近日被香港政府拒絕入境 並遣返的消息之後 他這個僥倖的想法終於破滅 此版名夫寫道 小川本來是一名雜誌記者 並不是以報導中國議題為主的寫作者 而且小川的報導更偏向於社會問題 曾經還出版思考死刑制度的著作 小川也不用中文寫作 在華人世界幾乎沒有什麼知名度 如果連他都不能入境香港的話 那自己就不用考慮了 如果是被拒絕入境更好 海關萬一放行可以進去 那可能就出不回來 此版名夫概探 不論他還是小川 幾年前都是可以自由出入中國和香港 但如今不是我們變了 而是中國變了 他指出香港三年前實施了港版國安法 到今天中共的反間諜法擴大入罪也生效 此版名夫直言 在許多喜愛自由的民眾眼中 中國和香港已經變成了 和北韓一樣高風險的地方 近日一段三個人 迫另一個人食糞便的影片在網絡熱傳 事件當中的幾個人都是未成年 相關消息引發全網憤怒 影片中 一名男孩坐在地上 手中拿著糞便放入口裡 過程中一度作嘔 旁邊卻有聲音要求男孩吞下去 其中一名霸凌者說 他想要套出來 不知道他們使用什麼方式威脅 受害者用帶有害怕的聲音說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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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我吃 影片的最後 只見受害人頭頂一塊磚頭 旁邊有其他人出腳踢打 以及疑似用鐵棍襲擊 網絡消息顯示 事發在6月17日 地點是山西省 晉中市介休市張蘭村 長太原小區附近 3名未成年人欺凌一名未成年人 並將影片發布在網絡平台上 7月1日 當地官員通報稱 警方已經立案 對實施欺凌者和他們的家長 進行了嚴厲批評教育 雙方家長已經達成和解 但有知情網民表示 受害人母親精神有問題 父親殘疾不識字 半夜2點被迫簽和解書 受害者也已經痴呆 該事件在中國網絡上引發網民怒火 他們紛紛表示 不能以賠錢賠禮道歉和解 要以其人之道 還置其人之身的方法和解 有人認為 今世就壞出農了 長大之後也不好得去哪 必須要嚴厲打擊 必須亦讓這些惡魔逆食一次糞便 因為他們已經不配為人 有網民表示 看完影片哭啦 好心痛受害者 網民質問 介休公安 你們處理的時候 有沒有想過自己的孩子呢? 還有人憤怒表示 全國人民第一次了解解憂 竟然是因為吃糞便事件 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訂閱和分享 那也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 多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的